上午的时间我到城里面去采购一些装修材料 师傅们还在这边做事 那现在我来到了场地的边上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施工的进度到底怎么样了 前两天我们说到的领子现在已经做好 架在了房顶之上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上面的几块木头 要木工师傅 开了损眼 然后呢每一根有固定的位置 全部放上去之后 总共有三间房 这边的三间正房 这个偏房暂时不动 每个房间的话是有一十一根 总共有三十三根 把这些领子全部架上去之后 然后再钉上瓦条 底下的这块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 这边叫做羊沟 这个羊沟暂时清理成这个样子 上一期的视频我给大家说过 后屋园的这个位置 是有一座图坎的 这边就是进入房子的道路 这边的图坎大概高三米多 接近四米左右 看得出这些土是有点松散的 我担心时间久 这些土可能会下沉 往下掉 这个位置如果全部用石头 垒成富强的话 那成本就非常的大了 用砖的话肯定也不行 砖的话不排水 到时候这边一下雨的话 可能更严重一些 要不然就这样子保留土坎 底下的排水锅 加宽一些 如果石再掉下去土的话 我们再清理 现在暂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只能边做边看 那边那条线 是今天师傅们要清理出来的 以后这边要用砖封一道墙 然后这后面做卫生间 再把堂屋的位置给加宽 这一间就是堂屋了 这个墙板呢 估计以后不要 然后呢 整个堂屋 连接在这块位置 堂屋就很宽了 这边也做一个卫生间 一个上午的时间 师傅们已经把厨房的位置 全部清理得差不多了 这些砖 后期还可以用 全部清理出来了 堆放在这边 这边还有一堆 大概有400多块砖左右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栋房子是没有多大的 修出来以后有两个房间 一个客厅 一个茶室 还有个厨房 二楼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的 到时候可能也就堆放些杂物 因为二楼的楼层高度并没多高 如果把这栋房子加高的话 那它的成本可能就比较多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决定 不往上加高了 其实这栋房子主要还是周边的房间 非常的好 独门独院 靠近大河 私密性也是非常的好 住在这边很安静的 风水云冬天不动 谁推穿你安不宜 刀切莲龙似不断 山高水远情不离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厨房的位置实际上还是挺宽的 大概有三十来个平方左右 后期在这边也继续修建一个厨房 这边是今天搬出来的晚贵 植木结构的还挺好 在这边炒菜啊干嘛的 我们后期可能还用得上 已经把里面清理差不多了 到时候放到盒里面去洗一下 就可以用了 但是这边的门是坏了的 这碗柜还挺重的 因为都是石木板做的 房间里面还没清理出来 盖好了瓦片之后 我们再清理房间里面 木工师傅还在那边做领子 总共是33根领子 估计还得做两天左右 今天水位好像是有点下降了 天气预报说明天可能要下雨了 本来说它是今天下雨的 但是看起来天气还挺不错 到了下午的时候是有点变天的 水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上面很多漂浮的落叶 应该是从上游飘下来的 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长绳子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 插点绳子做菜 天气预报说明天就要下雨了 刚才我们在镇上买了一些薄膜 把这个房间给盖起来 我们的工具还有煮饭的一些餐具 都放在里面 防止被鱼水给淋湿了 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剧别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